今天又到了很多的样品 火鸡面 这是一位粉丝朋友 我记得他店里的烤鸡 这汉口一绝是我自己买的 超辣 就这午餐也是王家都给我的样品 我觉得我要是选择 靠工业食品来过日子 那可能真的是很多时候 吃饭都不用花钱的 这面好碎 炒面的时候啊 这火鸡酱少加点 因为待会儿还能汉口一绝呢 这个加下去会超辣 而且特别香 起锅了 对 有点粘锅呢 好 开饭了 今天就吃的比较简单了 毕竟每次刚做的头发 它心情都比较低落 没搞对 我的午餐没用对 我用的是黑胡椒味的 跟着火鸡面不搭呀 辣得非常狂暴 主要就是菌巴里面的油 刚才我问了给我寄烤鸡这个朋友啊 我说你家这个鸡腿怎么崩得这么直 结果人家给我介绍个经验 就说如果不崩直呢 它这个烤的可能不太均匀 有些地方焦了 有些地方还很深 这是我们积木值得学习一下的 蛮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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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能我这用微波炉附热 把人家汁水给弄没了 这会稍微干了一点 喝点气泡水来了 上家了 喝点气泡水来了 上家了 喝点气泡水来了 上家了 好 那么10月14号8月32 过山山肉片满 祝你们山肉片满 祝你们山肉快乐 不过这吃的太不均衡了 除了面就是肉 一点蔬菜都没有 这还有个样品啊 压缩蔬菜 这个最近我是吃的比较上瘾的 当饼干吃 我才想起来 菜包还没加呢 我是说怎么可能一点菜都没有呢 看这个火鸡面里面啊 有一种蔬菜是辣椒圈圈 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火鸡面比还满得更好吃 多吃两口呢 觉得这鸡腿应该配点饭 白米饭 空口吃稍微咸了一点 但这还没剪辑 但我猜今天的视频 可能一分多钟就结束了吧 应该没有多少素材 这还在刚做了头发的悲伤中吗 简单水一集啊 再来吃个餐后小甜点解解辣 这个紫米饼 太辣了 好了那见面见 嘿我们天天见